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鳳學 白鳳學今天要來分享海水魚新手的一些 研究出來很奇怪的概念 海水魚差不多是一年 有的同學說 白鳳學你也要進步不要在說新手 因為我們也是要欠離世 沒有人的高潮 我們不是說猴或是不猴基礎 就是很多同學會說 海水魚一定要蛋白質蛋白質 這個問題 我感覺全部的這樣說應該是正確 但是我就覺得實際上再下去做 發現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這一缸齁 這一缸他的蛋白質講真的 有跟沒有幾乎是一樣 你仔細看齁 他這個是不是在下面 他帶在這裡 他帶在這裡基本他每天 都是呈現在那補充的狀態 靠腰啊 哦 我基本完全 幾乎是一股的 連清一次就沒有了 你如果水加比較滿 他爆沖 幾乎是根本沒有用嘛 然後這一缸是因為 後來在救這個 這隻黑色的倒掉有沒有 它這個部分有沒有 那個 蛋白質我已經把它撒起來 原地把它放在這裡 那幾乎 那幾乎 以後就要送人 你知道嗎 那送人之後 旁邊 之後這顆我把蛋白質 要不然把它蒸起來 放在這裡 啊還有這個 這一個 喔 小草魚不然有脫模 這個 因為水有濃濃的 這個蒸發很快 我也是 沒有去跟它補水 我發現到 這種外掛式蛋白質 只要是水位 滴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就馬上沒有作用 這已經也是 關機差不多幾個禮拜了 啊 這個已經 這個狀態 已經大概 一年多了啦 但是 中間 或者是 有去跟它 清洗一些 蛋白質 也是有垃圾 但是 它的原理 聽 全部在說的是 因為海水 它跟淡水 屬性不一樣 你在把它 泡起泡的時候 它會把裡面的垃圾 一些蛋白 它把它分泌出來 堆積出來 堆積出來 齁 就像 這個樣子 它會看它這樣 塞掉塞掉嘛 啊但是 說真的 我這個 它的蛋白質 裡面有哪沒有 你知道嗎 幾乎根本是 沒有什麼作用啊 我說好像不算 好像在那裡做 那什麼 啊然後 我有看 偶爾裡面有一些 那些什麼 一些蛋白 2000在那裡飄在飄 好嗎 我是有時候會把它勾起來 但是有時候都不愛炒魚 它也是一樣 活得好好的 啊這個也是 啊重點 我沒有什麼 換水 因為沒有什麼 換水 我發現它 也沒有什麼 不要說 會死或是怎樣 它的軟體 跟魚的狀態 也是覺得穩定性 是還蠻不錯的 齁 啊你如果說 新買的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不算 所以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 當然你有蛋白肌是最好的 但是 你如果說初學者 你要在 養魚的時候 你如果說像這個 蓋這個 一瓷缸啦 一瓷瓣啦 甚至我之前都是用這個 外瓜 過濾我也要飼很久 你知道嗎 啊這是 前鋼組是這樣子的養 但是它是有蛋白肌 啊我之前有在養 養一些 那個什麼 倒掉了 我會隔離 養兩三個 我也是跟我外瓜在用 我發現到 沒有蛋白肌 也是換得好 啊所以說 這個就是我大概 養海水魚大概一年齁 去 比較想不清楚的就是說 魚要養得好跟 可以活 好像是不一樣 啊但是我感覺 我的概念就覺得 欸 也有同學跟它吐槽說 今天裡面 蛋白肌採了 在裡面水底不好 太多 但是 後面空間太小 我也懶得跟它墊高 啊後來這個要翻掉 直接換兩尺半了 嘛 我就發現到 像這個 它沒有蛋白肌 就是會像出現 不是你啦 走啦 後面這個有沒有 會出現這種 小小的東西 啊但是 出現那個 我感覺魚一樣 哇好好 有沒有 它會出現這個 好像也沒有什麼差 所以這個思維 不是要跟人家在做 就是說 我實際上 開始 好像 蛋白肌 在我的小肚子 好像 也不是那麼多 也不是說 很直接的一種東西 因為我已經 幾乎 很久沒用了 它也是很好 很不專業的 分享給同學 不要做 那是大家一個經驗 這部蛋白肌 也差不多要兩三禮拜 那兩禮拜應該有了 對啊 啊這個有蛋白肌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不要高潮 那就大概一個分享 那你當然是 有是最好 謝謝